作为娱乐圈中的明星夫妻,陈宇凡与白百合曾经恩爱多年,一度备受观众们的喜爱。虽然陈宇凡研制不高,但有着不俗的音乐才华,是内地大热语权组合中的一员。而白百合也曾是内地女演员中的票房担当,演过不少会智人口的影视作品。 不过两人官宣离婚五年了,现在的人生境况却大不相同。1975年出生的陈宇凡是个地道的北京野蛮儿。他比白百合大九岁,19岁那年他正式加入音乐行业,学习音乐创作及演唱。 1998年,23岁的陈宇凡与胡海权组合签约滚式唱片,宇泉组合正式诞生。1999年宇泉发行首张专辑《最美》,销量就突破百万,成为了内地销量冠军。 还斩获了当年年度金曲、十大金曲、最佳组合等多项大奖,可谓是一炮而红。之后的宇泉组合一路高科猛进,多张专辑都创下超高销量。 那些年可以说是拿奖拿到手软。当时外界都认为,陈宇凡与胡海权的组合语权,对内地音乐领域有很大的影响。 他们凭借创作能力以及和声方面的默契配合,成为了华语乐坛非常成功的组合之一。 也成为了捍卫内地乐坛的一块金字招牌,奠定了他们在内地歌坛的地位。 虽然有着不俗的音乐才华,但是陈宇凡的外貌却在圈中显得很一般。 而且他身材瘦靴,脸色蜡黄,并不能算是帅哥偶像。 不过,宇凡曾在采访中透露,自己的瘦靴是因为高中时得了肝病。 还几次复发,但父母一直悉心地养育照顾他,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寄情于音乐。 想要走上音乐发展的道路,而不同于陈宇凡的一炮而红,摆摆河的走红过程就显得很平顺。 84年出生的他是个青岛姑娘,从小学习舞蹈还曾在北舞学习训练。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他还去了张艺谋导演《幸福时光》的旋角。 虽然没有获得演出机会,但临行时,张艺谋导演建议他,去考取中央戏剧学院或北京电影学院。 这让原本要报考北京舞蹈学院的他改变了主意,并且之后顺利考入中系本科班。 就在白百合刚毕业不久,他就获得了一次很好的演出机会,能够参与主演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。 这也是白百合的第一部作品,也令他得以进入演艺圈。 有意思的是,一向专注音乐事业的陈宇凡,也受到了剧组的邀约,决定出演许逊一角。 而他剧中的女朋友乔乔,正是由白百合饰演。 孙迅这个人物可以说是曲折的一生。 他年轻时因打架斗殴进入公安分局学习班,并被劳教三年。 出狱后,凭借在狱中意外学会的弹吉他和跳舞,为众朋友赢得不少面子。 之后他又跑去广州经商,经历了一系列事件后,带着女朋友乔乔回到了北京。 而白百合饰演的乔乔是白月光中的存在,他一直陪伴着男友孙迅,两人一起南下经商。 虽然最后失败了却还是相守在一起,正是因为拍摄这部剧《白百合》和陈宇凡因戏生情。 并且还直接谈婚论嫁,领证结婚了,要知道那时候的白百合才刚毕业。 不过22岁,还在两年后就生下儿子元宝。 这对于圈中一众晚婚晚孕的女星来说,简直是不敢想象的。 儿产后付出的白百合,开始努力拍戏,最开始也是演一些女配。 比如《幸福在哪里的甘露》,《我的青春谁》作主中的网络小说家蕾蕾。 直到2011年,她与文章搭档致玉系爱情电影《失恋33天》,该片上映四天票房破译,成为中国年度票房市场冠军。 而白百合,则凭借在片中,饰演清新脱俗的女主角黄小仙,获得了百花奖最佳女主角。 同时,还提名金马奖最佳女主角,何华彪奖优秀女演员,一举成为了影后。 之后的白百合逐渐成为了小妞电影的代言人,分手合约,滚蛋把肿瘤君,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等诸多作品。 让她很快就成为了内地有影响力的女演员,特别是她主演的《捉妖际》系列电影。 创造了内地影史,电影票房记录和内地影史观影人次记录,也让她再度获丰影后。 那些年的白百合可谓是发展顺遂,相较于音乐事业发展稳定的陈宇凡。 她的吸睛能力和人气不遑多让,当时夫妻俩还合体上了综艺节目,比如她俩就曾在跑南上狂秀恩爱。 还一度让人猜测会要二胎了,而就在两人看似顺风顺水的时候,卓伟团队却在网上爆出了白百合一阳指事件。 当时,白百合被拍到和年轻男性同犹太国,且举止亲密,更是在泳池边上演了辣眼镜的一阳指一幕。 令人简直是大跌眼镜。 就在视频爆出后,大家都认为是白百合婚内出轨时。 陈宇凡和白百合却出来澄清,并承认两人已于2015年底离婚,称他们是为了儿子元宝才选择隐瞒。 虽然当事人出来澄清,但白百合的口碑和人气大跌,从影视女王,一下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 而就在官宣离婚一年后,陈宇凡被爆出涉毒违法,和何姓女士一起被行政拘留。 就在月迷和网友们哗然时,网上又爆出陈宇凡其实早就婚内出轨,出轨对象就是何姓女士。 名叫何时珍,疑似是一名小网红,据悉两人在2011年左右就认识了,13年时就已经在交往。 而那时陈宇凡还没有和白百合离婚,虽然真相大白了,但白百合的事业发展也已经停滞了几年,令人唏嘘不已。 而如今白百合重新复出,开始寻求新的发展契机。 2019年时,她领衔主演的电影《妈格》视作成上映。 在剧中饰演主人公《女蝶马仔梅小欧》,并凭借该电影提名《第32届中国电影经济奖》最佳女主角奖。 之后白百合又上了跨界歌王,以代班召集人的全新身份亮相。 演唱《纸飞机》、《消失》和《Darling》等曲目。 虽然人气和口碑还没回复到一阳指事件前,但白百合的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,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,她都表现不错。 去年底白百合与白客、范诚诚主演了《犯罪电影门锁》,也曾引起热议。 前不久,她与佟大为主演的都市情感剧《我们的婚姻》播出,白百合在剧中饰演全职妈妈沈慧星。 这也是她和佟大为的第二次合作,第一次,他们就是合作出演的与青春有关的日子。 不过当时两人在剧中并没傻感情戏,而前夫陈宇凡自从涉毒被爆后,应当算是劣迹一人了。 这几年在圈中渐渐查无此人,早已不复昔日乐坛巨星的辉煌,据悉她现在就是在做音乐后期制作。 也没法出现在舞台前了,前段时间陈宇凡和女友何时真被拍到,两人当时在足球场附近的草地上休息。 可以看到现在的陈宇凡发福了,不但长胖了很多,还感觉变得油腻了。 完全就是中年油腻大叔的样子,而他和女友的感情似乎很好,有说有笑地聊天。 看起来感情还是一直很好的,而白百合最近也被拍到代线男友张思琳,一起和同大为聚餐。 虽然大家当天的打扮都很低调,也是聚在一起吃饭聊天,不过还是可以看出白百合状态很好。 和男友在一起的样子很是幸福甜蜜,白百合和男友挽着手依偎在一起,似乎是在陪同大为等车,就连口罩都是情侣同款,看着真是十分甜蜜自然了。 虽然他现在没有公开恋情,但之前他和张思琳就经常被拍到亲密逛街。 据悉张思琳还是他的初恋男友,两人是在19年同学聚会时再度相遇,后来就渐渐开始了交往发展。 而前段时间,白百合还被拍到抱着一个小男孩低调出行,疑似已经有二胎了。 不过目前他还没有对外公布,而现年38岁的白百合,个人状态保养得不错。 从他晒出的自拍来看,依旧温婉靓丽,笑起来的样子也是元气满满,看来挣扎了几年的他。 已经逐渐恢复好了状态,整理好了心情,要踏上人生的新一段旅程,而陈宇凡现在难回舞台,被网友朝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,还变得油腻味儿十足,俨然就成了一个普通中年男士。 完全就没有了明星气质。 两人如今的状态可以说是天差地别,要知道当年他们相遇相恋时。 陈宇凡事业如日中天,白百合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,他甚至还用金钱等各种方式试探过对方。 而且陈宇凡的妈妈还增不喜欢白百合,也是白百合的用心和善良感动了他们。 如今经历了一系列事件,曾经事业大好的陈宇凡渐渐查无此人,变得泯然众人意。 而白百合虽然挣扎了几年,可却能凭实力再次回归影视圈,虽然目前回归作品不多,但相信未来他一定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表现。 只不过,这对曾经圈内公认的恩爱夫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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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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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